這一次的MV,面試金牌的MV 裡面就是大概是在描述 這一對交往五六年的情侶 然後他們非常喜歡爬山 然後再一次女朋友去爬山 因為男朋友其實都很放心 這是他們的習慣跟信任 然後再一次去爬山的過程中 卻出了意外 然後消防隊的男友沒有救到女朋友的一個 我覺得算離別吧 快給我救命的面試金牌 對抗著滿恨的該死未來 快樂的痛 不想當孤單飛舞去忍耐 快樂的 有扇 哈囉大家好我是吳子碑 哈囉大家好我是胡雨薇 我們今天來拍就是羅志祥的新MV 面試金牌 今天的劇情其實還滿悲慘的 面試金牌對我來講就是 聽起來就是很無敵 但是就是看劇情跟看歌詞的時候 第一個感覺就是 不要把所有事當作 事為當然 然後就是要好好的珍惜 好好的知道 你身邊擁有的都很重要 這一次的MV 面試金牌的MV 裡面就是大概是在描述 這一對交往五六年的情侶 然後他們非常喜歡爬山 然後再一次女朋友去爬山 因為男朋友其實都很放心 這是他們的習慣跟信任 然後再一次去爬山的過程中 卻出了意外 然後消防隊的男友 沒有救到女朋友的一個 我覺得算離別吧 有面對到離別的理解 人生中有時候發現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會很想要 老天爺給我們一個免死金牌 就是我可不可以重來 可是其實人生不能重來 他就是一直不斷的在前進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 除了在愛情的層面上面 有給予一些很好的訊息之外 我覺得在人生在關係上 還有在我們在面對離別 或說再見 或是珍惜這些東西 都蠻緩緩相扣的 對 調防隊就是一個鋼鐵英雄 就是他們很無敵 但是他們每個人在救難的時候 其實還是很多的辛苦 跟很多的弱點 但他們最辛苦的 很佩服他們 辛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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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謝謝 謝謝 是悲愛的 大概 這時候比較像宇宙改氣 我是悲愛的 辛苦了 方便的時候就慢慢走 謝謝 謝謝